以巴交战家破人亡 五国维持一贯立场呼吁双方停火 首相纳杜斯里安华指出 这场人道危机不仅影响着巴勒斯坦或中东地区 未来还会对全球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 以巴冲突不断升级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日益严峻 已经有25家医院停止运作 境内大量基础设施被炮弹摧毁 伤者和病患陷入绝境命选一线 首相安华星期二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题讲座上指出 今天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切会影响所有人 这场冲突将留下深远和难以磨灭的影响 这些都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我国认为这是一场残酷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 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 继而呼吁停火 停止狂轰滥炸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